昨天在嘉義跟台中分別發生了年輕女子被前男友殺害的案件 這兩件命案都是因為情侶分手引發殺機 而今天有專家提醒如果發現情人有反社會人格 千萬別抱著分手之後還是朋友的心態 一定要避免單獨相處 十一號上午七點多 二十八歲的秋興男子躲在白色車子後面埋伏好一陣子 看到減薪被害人媽媽騎車經過 她被發現馬上蹲低 隨後走向二十三歲減薪女子家按電鈴 也是死亡拜訪的開始 被她推倒在地之後 進而有壓制然後再掐住脖子自食 因為感情糾紛 懷疑對方有第三者 然後這部分我們還在查證當中 女方要分手男生不放手 大學畢業的秋興男子平常在台北親戚家做水電工 與減薪女子交往一年多 雙方家長都反對她們交往 女生要分手男生要複合 最後痛下殺雞 而在嘉義市十號晚間十一點 二十歲的男大生江子睿 則是懷疑分手一年多的鄭姓前女友令潔心歡 爭吵後將她勒比 年輕男女分手引殺機 連續兩天嘉義台中兩地傳出凶殺案 兩名凶嫌同樣都有大學學歷 同樣都是個性木納內向 但在處理感情問題卻十分極端 專家指出這一代年輕人缺少挫折 學校裡也不交愛情學分 一旦遇到難題 往往手段也很極端 有反社會行為的人 他除了自我中心以外 他沒有什麼悲一點之心這樣 然後會非常的 有一些會非常自戀 如果已經分手了 就不要再讓他 就是盡量疏遠 專家建議 這些人平時就和一般人沒什麼兩樣 但隱藏的反社會性格 讓他們在談戀愛過程中過度狂熱 情緒起伏大 自我中心強 專家同時也建議女性 一旦遇到這類性格的男女朋友 千萬別存著 分手還能當朋友的幻想 避免引來不必要的糾紛 記者黃兄彭幻群 台中報導